今天我们来学习十二生肖 那么十二生肖都是什么 它们对应着哪十二种动物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十二生肖的总栏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二生肖 以及它们的发音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二个 好 现在大家都已经掌握了 十二生肖十二种动物的发音 我给大家一分钟时间 进行我们以往课堂的速背 好 现在我们进行一下检验 进行汉息护译 第一个 想一下是什么 对了 蛇 所以我们的发音是一样的 它的意思是 有什么 有什么 那我们怎么用它主语 任何一个人 然后数 那之前我们学过的 进行提问的代词 什么 就是 你属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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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它今天回答的时候 我们之前学过 在汉语当中 当一个疑问句变成成数句的时候 语序是不变的 所以 你属于你 属于我 动词 不改变 数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一分词 什么 变成我们刚刚学过的 十二种声项当中的一个 就可以了 我们进行举例 比如说 你属什么 我属 虎 这里面我们着重提醒一下 之前我们学过的 半三声 那么 在汉语当中 当有两个或三个三声 放在一起的时候 最后一个三声 之前的三声 要变成半三声 所以大家的发音 大家这句话不必发成 我属虎 可以直接读成 我属虎 我属虎 除掉三声之外 其他的都正常 我属虎 好 现在大家有一分钟的时间 与你的同伴进行练习 非常好 好 下课 再见